OK继续讲一下404页和错误页 整理思路应该是比较简单的 你像访问一个什么页面嘛 就像我们访问这个 我们这个vios里面有这个 Unixer EGS对吧 然后我们想访问什么页面 然后在路由里面去把这个路由写上 渲染的时候我们把这个数据给淡上 然后就行了呗 对吧 然后我们再去这个npm run dv 这就访问这个页面 这样就出来了对吧 但现实情况是什么样 现实情况是我们做的这个 再翻译一下吧 我们做的这个404页和错误页 会牵扯出一些我们之前说过的一些事情 而让现在路的这一小节课 变得稍微有点复杂 不过也没有那么复杂 我们慢慢看 好我们先关上我们的index 然后首先我们回顾一下 这个src里面这个public是干嘛的 这个public是干嘛的 public是个静态资源增加的地方对吧 而且是在我们app.js里面 我们注册这个public 作为静态资源的一个目录 所以说如果这样的情况下启动 我们是可以访问到这个style sheets里面 这个css style.css的对吧 我们之前也试过 所以说我们所有的静态资源 都在这里面去注册 然后大家看 我在这个css下面 我建了很多个css的文件 然后在这个gs下面 我建了很多个gs文件 这文件在干嘛用呢 我们按着看一下 首先不管它干嘛用呢 它肯定是能通过前端去引用的 对吧 因为它是个静态资源的目录 因为前端代码我们不会再去详细讲了 就是我们这个课是一个 针对诺德杰斯的后端的一个课程 所以说诺德杰斯的代码 我们都会详细的去写 但涉及到前端的代码 我们就以讲解和演示为主 就是不会再一行一行写 如果那样的话 就太麻烦了 真的太麻烦了 而且没有一个 哪个是重要的 哪个不重要的一个区分 好 css里面这个list.css 就是我们将来的这个 你看微博list 对吧 就是将来的这个微博列表的一些样式 其实也比较简单 大家可以现在再看一下 然后min.css 就类似于我们的一个主css 或者叫reset.css 就是设置了一些比较基本的样式 包对啊 输入宽啊 等等这些 加粗啊 还有是外边去那边去的一些东西 像float等等这一些 这个比较简单 write.css 就是我们这个界面 我们这个界面是左右结构的 对吧 左边是主要的部分 就是一些微博列表 然后右侧是一些辅助部分 比如说我们界面的右侧 会有个人信息啊 会有关注人啊 会有粉丝等等这些 这个呢 就是enman右侧的一个一个的 像这个write.css 就是enman右侧 每一块的一个样式 一个一个设置 都写这句话了 所以说整体上 我们这个界面的css 还是比较简单的 然后image里面 没有什么东西 这个dequire.atwho.css 一看这个名字 就是一个只块插件的名字 这个插件呢 就是一个add插件 就是我们在最后讲 那个微博的那个 add关系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的微博 输入框里面 我们add某一个人 对吧 回复某一个人 add某一个人 都会用到这个工具 到时候用的时候再讲 现在还用不到 然后javascript也是 addwho.gs呢 肯定就是这个 javascript插件 它是那个 add功能的一个 主要的逻辑代码 包括这个carat.js 也是一个这块插件 它是获取鼠标位置的时候 的一个插件 就是说我们在鼠标 放到这个地方 我们是去add 然后它下面显示一个选择框 选择你到底add谁 对吧 然后这个选择框 得有一个地方定位 对吧 所以说这个呢 就是通过鼠标光标 定位的那个插件 这两个我们用的时候 再说 我们会再说 然后my.javascript 这个很简单 就是我自己封装 选择的adjavascript 通过gquery封装的 这就不多说了 其实比较简单 像guess 像post 像patch 等等这些 就是restful里面 那几个常用的方法吧 包括分件上传 简单的封装一下 然后通过这个dl.js 就是gquery 那个adjavascript 来去做的 因为我们这个项目 是pc的那个项目 所以说 它是依赖于gquery来做的 它没有用那个 voe和react 这种的框架 原因呢 我们之前也已经说过了 然后再往下 这个queryobject 也是个插件 它是用前段页面 来分析url上 那个参数的 就是把参数序列化的 你像这个 有个暗代符号 就是那个url 参数的分隔 对吧 像问号 就是那个参数的开始 然后警号 它是为了防止 后面有那个hashi 等等这些 OK 好 前段这些呢 我们介绍到这 那这个style sheets里面 有一个style 点css 这是它自带的 之所以没有 那个css放在这里面 来的时候 我觉得 我个人觉得 这个里面写css 感觉很不习惯 还是习惯把css 放在css 文件讲下 所以说这个地方 你如果看着 我的这个习惯 比较扭 你可以按照 你自己的习惯来 对吧 你把这个东西 都放在这里面 来就可以 这个没所谓 OK 那public讲完之后 也就是说 我们public有了 我们需要获取的 gss和css的 所有的资源 对吧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我们要实现404页 我们要实现错误页 我们肯定有一个 e-gss的一个模板 或者说页面 对吧 那我们就先以404为主看 404里面 我们开看一下 这里面呢 第一行和最后一行 我们先不看它 但中间比较简单了 中间clusting什么东西 然后clusting什么东西 然后这个地方 有一个标题 什么页面 为了道 请回到首页 对吧 然后标题是404 这个比较简单 对吧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hider和futter 其实我们的这个 只是一个页面的 一个片段 对不对 一个页面 我们得有头有尾 对吧 我们学前段都知道 所以说我们的头尾 都放在统一的hider futter里面 包括这error也是 error虽然说 这个里面的内容不一样 但是error和404的 这个头尾是一样的 对吧 所以说 我们得把这个头尾 单独抽离出来 然后error404头尾一样 但它们的标题不一样 所以说我传的时候 我就把这个标题传进去 这个地方 这个include 其实就是那个 egs的插件 我们之前讲过 egs的插件 就是引用插件的目录 然后再把这个 需要的参数传过去 然后我们这个传一个标题 传一个is now 等于true is now等于true 就是说我们需要 上面的一个导航 这个错误页和tc 我们需要上面的档 然后我们就看一下 它到底是怎么接收 这两个参数的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hider meiout里面hider hider一看上面 就是一个很规范的 一个rtm的结构 对吧 然后它接收一个参数 叫title 正好是我们这个地方 传的title 对吧 这是错误页 然后这个地方传的title 是404 对吧 然后再往下 再往下 大家可以引用了 这个bossstrap bossstrap直接是 引用在cd上的 比如说成功 我们这个pc端的 这个uicode 我们用的是bossstrap 然后用的是 gquery加bossstrap 这种方式 其实我觉得 在我们node.js 这个课程中 前面用什么东西 根本就无所谓了 我们关心的是 后来怎么去做 以及页面的东西渲染 对吧 你前面用什么工具 用什么样的框架 那只是换一套 逻辑的问题 或者换一套规则的问题 因为我们这个课程的 关系并不是那么大 所以说 bossstrap也是一个 pc端非常常用 也是一个很早的 要持续时间很长的 一个推特开源的 一个uicode 所以说我就用它了 也比较简单 也比较好用 然后再引用这个 min.css 也就是说我们刚才 说到这个css里面 这个min.css 然后后面有一个 iflocals.list 它需要一个list的 一个变量 但是我们没有传 这个变量 对吧 我们也说过 如果不传的话 千万一需要加一个 locals.de 它不会报错 所以说没有传的 肯定就是没有传嘛 对吧 没有传的肯定就是不需要嘛 让我们就可以看一下 如果传的话 它会引用什么 它会引用这个list.css 这个drug.css 比如说这个min.css 我们什么时候都需要 但是这个list.css 这个drug.css 有时候它是不要的 不要的话 我们也可以通过 这个参数控制一下 对吧 OK 然后这个isNarrow isNarrow就是说 我这个地方加一个 要窄模式 其实所谓的窄模式 就是我们传入一个变量之后 它会加这么一段css 然后就会把这个 页面的宽度设窄一些 就像注册页 登录页 它都比较窄 对吧 比较窄 就中间那一条 两边都空白 所以说这个地方 所以说这个地方就是 所谓窄模式 就是传入一个空变量 然后设置一个css而已 如果不传 css就min的 就比较宽了 对吧 OK 那isNarrow isNarrow我们看一下 是我们传了的 对吧 然后传完之后 它就会加入一个css 就是我们这个 Photo Awesome这个css Photo Awesome这个东西 它是个css3的一个 字体图标 像阿里的那个 icon font差不多 这个时候 我们在界面用的时候 我们再去说一下 这个事情 总之把上面这一套逻辑 在我们后端眼里看来 在我们NarrowGX 和EGX看来 它都是通过 传入一些参数 然后来控制 引用什么css 对不对 或者引用什么gss 然后再往下 是引用gQuery 这个是必须要引用的 然后再往下 是引用我们 自己封装的这个 埃连克斯 因为我们是 以来gQuery的 所以说要先引用gQuery 再引用自己封装的埃连克斯 然后下面 就看又来了一个AF 又来了AF 就是说 Ace Impulse Blog 如果是需要一个 传了这么一个电源的话 我们需要引什么 我们需要引这个 刚才说的这个 addhood.css addhood.js 这套东西 这个东西是开源的一个插件 这个地址我也写上了 大家可以去这个地址看一下 到底怎么用 我们就现在点看一下 稍微有点慢 我这个网稍微有点慢 我们继续往下看吧 它打开这 然后这个Header就结束了 前面这一套 其实就是比Header稍微复杂一点的 就是它会通过 一些变量控制 是不是要加入一些什么东西 对吧 然后再往下 如果是有导航的话 下面就显示一个导航 这个导航就是那个 像首页啊 我的空间啊 广场啊 设置啊 就是我们一开始 在下面看这个导航 这个导航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 也是通过那个Bullstrap 做出来的 我看一下Bullstrap 你用这个地方 Bullstrap 这个UI库做出来的 像这个class等于什么Nav Brand 什么Nav Bar Nav等这些 Nav Item等这些 也是Bullstrap里面 去规定好的一些class 我们直接去用就好了 所以说这个不是我们客人的重点 然后我们每一个 像首页访问的是这个路由 对吧 然后我的空间访问的是这个路由 然后广场访问的是这个路由 这个路由 设置访问的是这个路由 然后这些路由 我们下一章会继续做去做方案设计 这个地方不是说让大家了解说 我们哪块都有哪些功能 而是让大家了解 这个Header它本身就是一个 普通的EGS插件 然后它里面就是通过参数 去控制某个东西 显示不显示 至于这些东西是什么 我们在讲的时候 我们会再去说 有一些我们现在还没有讲 所以说你看明白这个逻辑就可以了 看明白这个逻辑就可以了 你没必要知道 每一部分到底是什么意思 能知道它是通过这种方式去控制 它是不是显示 是不是加载 这种逻辑就可以了 当然这个逻辑 我觉得也算是对我们之前 学EGS插件的一个回顾 就之前我们学EGS插件 虽然讲到时间很短 因为它插件比较简单 这个地方我们也就是 红飞就是把这些简单的机制 多用了几次而已 对吧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Footer Footer比Header更简单一些 你看Footer 它是一个HTRA的一个尾部 对吧 然后它里面引用了这个 Footstrap的一些GS 这个东西呢 是Botstrap必须依赖的一个GS 然后呢 还引用了我们自己做的这个 这块 这也不是我们自己做的 这是我们自己下载下来的 这个这个object 我们说过 这个GS就是 我身边的这个地方 这个GS就是那个 分析URL参数的一个GS OK 那大家看 其实我们这个404 EDS里面引用Header 然后引用Footer 中间是一个DIV的一个容器 Header拼容器 再拼Footer 它其实最终形成的 就是一个完整的 HPML页面 对不对 当然Header 我们要通过猜数区 做对策的显示 做一些控制 OK 那我们先把模板这样说完 说完 然后我们接下来 再做卤油呢 就会更加方便一些 接下来